停课不停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陪伴您一起听故事 抗疫去咯 你爱谁多一点 奶奶和外婆各送爱丽一支小丑 一支是白色的 一支是棕色的 除了颜色以外 两支小熊长得一模一样 奶奶和外婆逗起嘴来 外婆说 我认为爱丽比较喜欢白色小熊 奶奶说 不 爱丽比较喜欢我送的小松熊 她会抱着我送的那支一起睡 还怪 她会抱着我送的那支一起睡 不止奶奶和外婆逗嘴 连两支小熊也讨厌对方 爱丽白天上学 她们就在家逗嘴 晚上 爱丽睡觉时 两支小熊各睡一边 紧紧紧挨着爱丽 等爱丽睡着 她们就开始斗嘴 然后抢被子 爱丽越睡越冷 醒来时 才发现床铺变成了战场 爱丽玩耍的时候 让两支小熊排排坐好 小熊们却推来推去 踹来踢去 最后掉到地板上的总是小白熊 小白熊想抱虫 她把爱丽的书包吹下书桌 刚好砸中小棕熊的脑袋 温暖的阳光 干净的空气 真是适合野餐的好日子 小白熊咬起美乃滋 拖向小棕熊 小白熊笑到肚子痛 现在 她是最漂亮 最干净的小熊 小棕熊不服气 她拿草莓果酱进攻 小白熊身上 沾了一堆紫红色斑点 这下 看小棕熊笑到肚子痛 我受够你们两个了 她把两只小熊洗干净 抓起小白熊 关进衣橱里 再把小棕熊放在高高的书架上 这下子看你们怎么打架 小棕熊在书架上 觉得头发昏 不敢往下看 小白熊在衣橱里哭了起来 她最怕黑了 小棕熊你在哪里 我在书架上面 我被关在衣橱里 我好怕哦 小棕熊想救小白熊出来 她该怎么做呢 她看看四周 书架正上方有风筝 她想到一个好主意 小棕熊爬到风筝旁边 小白熊替她打气 你一定办得到 有小白熊的鼓励 小棕熊发觉自己更有勇气 她向外一跳 风筝飞过空中 降落在衣橱前面 小棕熊打开衣柜 爬了进去 我来咯 突然间 碰的一声 衣橱的门关上了 衣橱里 变漆黑 真糟糕 现在我们两个都被关起来了 小棕熊哭了起来 原来她也怕黑 不过 她慢慢镇静下来 不久 衣橱里变得静悄悄 第二天早上 艾力醒来 没看到小棕熊在书架上 她打开衣橱 发现两只小熊 窝在衣服堆里 睡得好香好香 故事听完了 亲爱的小朋友 听完故事以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跟你亲爱的家人分享哦 欢迎继续点选 下一个故事